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人就是受到了在我们北边的封面的前缘的影响 一点点影响而已 昨天看起来其实影响并不大 不过这个封面今天人就会影响着台湾 尤其是北部地区以及东北部地区 使得北部地区跟东北部地区降雨几率是比较高的 要注意尤其是午后雷震雨的几率特别的高 我们来看中央气象局的预测 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震雨 降雨几率是百分之六十 白天的温度是25到32度 因为云量也比较多 水气也比较丰盛 那午后呢 热对流产生降雨的几率 当然就大幅度的提高了 那么也不排除偶尔可能会有局部性的大雨 所以大家出门的时候呢 还是携带雨距会比较好 中部地区呢 也是多云午后雷震雨 降雨几率是百分之三十 白天的温度是26到31度 那南部地区是多云短暂震雨 降雨几率是百分之三十 白天的温度是25到32度 东部地区也是多云午后短暂震雨 降雨几率是百分之五十 白天的温度是24到31度 澎湖地区多云短暂震雨 降雨几率是百分之三十 白天的温度是26到30度 好 这个封面前沿 而且不是封面本身呢 我们其实是很幸运哦 封面其实没有来到台湾哦 封面前沿带来的一些水气 对台湾呢 今天还是产生了不稳定的影响 出门的时候呢 要不要忘记了攜带雨具 不过 等到这一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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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天呢 封面又继续的往北移之后呢 对台湾的影响减少 那台湾呢 主导的整个的气场呢 就又回到了太平洋高压势力 然后呢 同时呢 又是吹南风 所以就会非常的炎热 所以提醒大家要注意了 那目前各个主要城市的气温呢 台北 台中以来26度 台南 高雄 台东28度 花莲跟澎湖27度 接着我们来看一下美国股市 美国股市呢 四大指数是连续第二个交易日 再度的四大指数全数下跌 道琼工业指数下跌了382点 收盘指数是34960点 跌幅1.08% 纳斯达克则下跌了130点 收盘指数是14525点 跌幅0.89% S&P指数下跌了47点 收盘指数是4400.27点 跌幅1.07% 费城半导体下跌了47.99点 收盘指数是3208.83点 跌幅1.47% 好 美股呢 其实昨天是杀尾盘 那昨天呢 所以我今天早上看到数字的时候 我有一点点吓一跳 因为昨天晚上呢 睡觉前的时候 看一下小涨小跌 在纳斯达克小涨 然后呢 这一个道琼跟标普呢 是小跌 一切都没有什么太大问题 就安心去睡觉了 结果今天早上一起来的时候呢 怎么跌幅都在一个百分点附近 那么主要的原因是因为 美国联准会公布的会议记录的内容 显示今年之内 现在已经是8月中旬了 那么今年之内呢 联准会就会缩减购债规模 好 那这件事情呢 引发了市场的疑虑 所以我们看到呢 最后杀尾盘 所以使得道琼 纳斯达克 S&P指数 以及费城半导体 四大指数 连续第二个交易日全数下跌 而五大科技天网呢 全数下跌 所以台股的ATR的部分呢 就是涨跌互建了 台积电的ADR继续下跌了 百分之零点五九 鸿海的ADR上涨了百分之零点四七 越光的ADR上涨了百分之零点三六 联电的ADR上涨了百分之零点八九 那中华电信的ADR下跌了百分之零点五四 看起来呢台股的相关ADR呢 跟昨天的台股呢 开低走高是有关系的 好不过美股呢 因为是连续第二个交易日下跌 而且跌幅都在一个百分点附近 这也使得台指期的夜盘呢 开低下跌了123点 所以昨天虽然台北股市呢 那么戏剧性的开低走高 但是今天凌晨 今天等一下8点45分的台指期开盘之后呢 恐怕呢又会有一小波的卖压会开低 接着我们来看一下油价 纽约油期货价格下跌了1.13美元 每桶的报价是65.46美元 跌幅1.7% 而北海布兰特原油下跌了80美分 每桶的报价是68.23美元 跌幅1.16% 那么至于在原物料的部分也是全数下跌 自家哥黄豆期货下跌了8.25美分 每普社的报价是1353.25美分 跌幅0.61% 黄金期货的部分呢 则小跌了3.40美元 每盎司的报价是1784.40美元 跌幅0.19% 白银的期货跌了1% 而铜的期货下跌了2.04% 那么拔金的期货下跌了2.9% 要注意铜跟拔金 它代表的其实是经济复苏之后的原物料需求 但是最近其实相当的弱势 有点跌不停的味道在 好那么另外我们看到的是美元指数的部分呢 是持平的 这个呢其实也让市场蛮意外的 因为联准会呢 其实它的会议记录显示是一个偏鹰派的会议记录 那么表示今年之内可能会启动缩减购债 但是美元居然没有因此而激励上升 这一点呢 等一下其实我们在这个平息美股的时候呢 也会好好的来请教分析师 好接着我们来看到欧洲三大主要股市呢 好接着我们就要来看一下今天的早报新闻 跟最新的新闻 好那当然受到市场影响最大的 就是美国联准会公布的上次会议记录 从这个会议记录当中呢 有几个结论 首先呢是绝大多数的官员都认为 那么目前的经济情势看起来 通膨已经达成目标了 而就业市场进展良好 所以应该要在今年底之前 就启动这个缩减购债Taper 好那这个呢是几乎形成共识 所以呢美国联准会呢 在今年底之前 那么缩减购债 但是并不会升息 缩减购债不等于升息 缩减购债呢 其实距离升息还很遥远 好所以呢 一个月1200亿美元的购债计划 可能会在今年底之前呢 缩减金额什么等等 都还不确定 那这个其实如预期 因为联准会的官员 最近这一段期间的态度 似乎都是如此的 他们的公开态度 显然在7月底的时候呢 他们的会议当中 已经达成了部分的共识 好那不过呢 这里面其实是展现出了一些疑虑 这些疑虑呢 是对于经济前景 虽然他们在上次会议的时候呢 表示说对于经济前景 非常的乐观 但事实上在会议当中 是有提出疑虑的 对于现在Delta疫情 对于经济的冲击 他们有疑虑 所以经济发展 他们有疑虑 可是另外一边呢 又认为通膨升温的风险 现在看起来不是短期现象 所以一边经济可能没有办法 再继续的快速发展 那么另外一边呢 通膨又可能居高不下 这些呢都使得联准会呢 现在的货币政策 趋紧这件事情 感受上面风险变得更高 而且会议当中 甚至于提到了 各类资产呢 似乎估值过高 那这个呢就使得 我们看到美国股市啊 其实昨天的反应 是非常特别的 在联准会公布的会议记录 之后没多久 其实股市还是上涨的 但是呢 大概隔了一段时间之后呢 整个市场重新解读会议记录 就看到快速的杀尾盘 所以这个后续的影响要注意了 好另外我们来看到的是 美国即将要进入开学季啊 那如果说真的没有 Delta印起来搅局的话呢 这一次的开学季 其实真是一个消费的大反弹 现在就要看疫情 会不会影响 这个消费反弹了 目前呢就统计来看啊 Mass Mutual呢 他做了一个调查 他调查在7月底的时候 7月21号到7月28号 调查这个冲上调查之后呢 发现说呢 美国民众呢 在今年的夏天 会花比去年夏天 更多的钱 大概平均每一个人的消费 一个月的消费 会增加765块美金 大概是2万多块钱新台币 而且呢尤其是在二三十岁的族群呢 他们每一个月会增加 1000美元的消费 消费力道非常的大 而另外一方面呢 即将进入开学季 那么万斯拉卡呢 他们的统计 然后调查也发现 今年的返校的销售额 可能会比2019年 不是去年了 是比2019年都还要成长 百分之6.7 好就代表了 其实呢 大家都拼命的在消费 但是呢 现在呢 唯一担心的就是 Delta疫情来搅局 好另外我们来看到的 就是纽西兰 纽西兰呢 原本被预测呢 会是所有的 已开发国家当中 第一个升息的国家 但是呢 纽西兰央行昨天呢 意外的不但没有升 就维持现行的利率 不动没有升息 而且他理由就说得很清楚 因为呢 纽西兰发现了 第一期的Delta病例 纽西兰也是对于 所有的新冠病毒 采取零容忍的国家 所以他发现了 第一期的Delta病例 所以呢 实施了大封锁 立刻呢 进入了四级警戒 那么这个使得呢 纽西兰央行呢 说因为这个 最严格的封锁政策 所以呢 他们的升息暂缓 那这当然影响到 纽西兰的货币呢 那么贬值到了 九个月来的新低 好 另外呢 我们看到的是 日本 日本昨天公布 七月份的出口 那么出口额呢 年增37% 虽然呢 不如六月份的 年增48.6% 但已经是连续五个月 那么两位数的成长 那么这个成长呢 会不会已经到了 触顶的阶段 就已经到了头部了呢 这是世界贸易组织 所提出来的警告 世界贸易组织呢 他说五月份的时候呢 就这个 七月份 对不起 七月份 过去三个月呢 连续性的看到 全球贸易指标 这个是呢 这个世界贸易组织呢 他从2016年 开始编列的一个指数 从这一些指数当中 可以看出全球贸易 活络的程度 他说全球贸易指标 在七月的时候 已经来到了110.4 是创下了 这个指数设计以来的 新高记录 贸易非常的活跃 但是呢 从次指标来看 有一些代表未来性 比如说新出口订单等等 已经明显的看到了 有一些下滑的趋势 那么整个成长也出现了 趋缓的一个趋势 所以呢 世界贸易组织提出警告 全球贸易成长 可能已经到达了 顶端了 那么未来呢 是趋缓呢 平坦呢 甚至于会不会下滑 都是一个要值得注意的 好 那么我们看到的 就大数据分析公司 那么Pantier呢 他呢 这个宣布 他们呢 不但是在八月的时候呢 那么砸下了五千万美金 来买黄金 同时呢 他们也要接受客户 用黄金来支付 所有相关的费用 那么Pantier 他是一个 这个提供情报科技的 大数据公司 他提供的单位 很多都是执法机关 或者是全球军火的 这一些客户 军工产业 那么他的这个宣布呢 显现出来 他们对于未来的经济前景 有很多的疑虑 好 这个是Pantier呢 特别提出来的警告 好 另外我们看到的是 腾讯 腾讯呢 因为在中国大陆的监管 变得这个非常严格的情况之下呢 他的营收 他的这个盈余 就特别受到 这个关注 好 那腾讯呢 昨天公布第二季 营收成长百分之二十 获利 净利 成长百分之十三 那么他的游戏相关的服务呢 他的收入成长百分之十一 虽然都是成长 但是跟过去呢 动辄二三十的成长率来看的话 成长明显趋患 他的成长率 创了两年来的新低 好 那这当然不好的一个财报数字啦 但是呢 昨天在港股呢 他却出现的是 开低 然后呢 收盘反而是小涨的 好 不过美国银行呢 他们对于基金经理人 所做的调查显示 因为这个中国大陆呢 在整顿网络平台的关系 所以呢 放空中概股 已经变成最拥挤的交易的第二名 仅次于做多美国科技股 这个可以看出来 整个影响冲击是非常大的 好 接着我们再来看到的是 陆港股的部分 不过陆港股昨天呢 开平走高 上证指数上涨了38点 收盘指数3485点 涨幅1.11% 深圳城市也上涨了103点 收盘指数是14454点 涨幅0.72% 香港恒生指数 则上涨了121点 收盘指数是25867点 涨幅0.47% 好 回到台湾的部分 台北股市昨天呢 更是戏剧化 其实刚刚昨天呢 我们在跟分析师连线的时候 就提到 昨天非常的重要 尤其是下半场 如果能够拉出下影线的话呢 台北股市有机会反弹 然后上攻17000点 就昨天呢 真的是看到 开盘的时候 曾经一度大跌242点 不过过了10点之后呢 一路拉台 最后收盘的时候呢 反而是上涨了164点 收盘指数16826点 涨幅0.99% OTC更是大涨了4.37点 涨幅2.17% 外资呢 其实是卖操 拨卖操幅度呢 缩减为22.4亿元 那么反而是在 外汇市场呢 又是买入新台币 估计呢 汇入大约是3亿美元 使得新台币 昨天呢 反而是升值了2.6分 好 所以呢 这是不是代表着一个 反弹的讯号 当然这也反映了 就是当冲降税 确定延长的一些利多